动物也是为了保护游客 都会安装一些隔音的厚玻璃 防止动物们受到刺激冲出来 或者游客向动物们丢食物 但有些时候隔音玻璃貌似也没怎么有用 有些游客特别是小朋友 到了动物园之后经常会激动的大喊大叫 不仅会妨碍到别的游客 同时还会吵到园内的动物们 不过这也没办法 管理员们也无法阻止 但是这只星星的做法就比较搞笑了 起初它只是用后背 背对着游客 下一秒下的游客直接尖叫出来 没想到大猩猩抓了抓屁股 竟然直接抓力把背面丢向了游客 干了换事的猩猩丢完就跑 周围的其他猩猩见状就惊呆了 一脸懵的看着逃走的猩猩 满满的都是不可思议 最倒霉的估计还是游客了 还好中间隔着玻璃不然可就残了 说实话其实这都还算比较好的 有些大猩猩更加的过分 就比如这只吧 它才刚刚解决完 就拿起地上的便便吃了起来 是的你没有看错 它是真的吃了 并且还吃得仅仅有味 不时的还转头看一眼外面的游客 仿佛在问你吃吗 我给你点啊 算了算了 还是您自己享受吧 小鱼实在无法理解 它这种吃自己便便的行为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